不要跟我说放错了 我不要听 哎呀我刚才出去了 我一放上去就出去了 去死 你去死好吗 去死 哎呀好好看比赛了 决赛了 三叉击 你妈的我肯定会做一个三叉击 你这么怕的 妈的大家如果有条件的 都做一个三叉击 在WCC上海家的时候 就举起来 让我们看到你们大家的三叉击在哪里 你看着肯定最后有人做三叉击 什么钉锤那种过来的 你看着WCC上海家的时候 绝对有人做的 好了开始了开始了妈的 好好好不扯淡了 决赛了 第一场地图来到了 来日拉克之冠啊 就在地图上方的蓝色的重组啊 就是来自于挪威的Snoot 而下方的红色的人群拳手啊 就是来自于韩国的Torce 这个图并不是很好打 这个点位主要太近了 我觉得第一场 第一场就看Snoot这个风格 Pot能不能适应 还是Pot这个风格Snoot能不能防 对吧 这次的这个比赛啊 是一个波七啊 是波七 对 波七的比赛说实话 要想赢不是一两个大招就能赢的 你必须要在实力上有碾压这种实力 你才有可能拿到比赛的胜利 没有错 Snoot的提速狗开 Pot也是比较稳 这个房子 感觉要死啊 这个房子这样飞 我真感觉要死 这个出来个机箱追着打 你先想清楚到底要稳 哎 这Pot的机箱走里面去走 那死不了了 死不了了 他如果机箱第一时间往外追的话 是有机会追死的 你承不承认 不要解释 你承不承认 你承不承认 我告诉你 我只看结果的呀 哎 你这种 你不就不专业 你连这种都不承认 你怎么 你为了黑我而黑我 你至于吗 不管怎么说 前期双方这样的一个 试探性的一个压制 其实看 基本上要看都也就这样 对于Pot来说 就看对手什么时候开三框 这个图Snoot的三框 也只能开在12点那个比 开下面有点拼 压力很大开下面 好 狗塑又是这一招 Snoot一天用这招是干掉了 干掉了谁来着 那个人做 Marinod Marinod对的 对就中了这一招 他这个提速狗的时间很快 Pot这个建筑学 你没什么机会 没问题 Snoot是提了一波狗塑 压制然后转 三开 三分四十五秒才三开 有点晚 有点晚 他抱了拨狗 Pot什么 机械化 四倍火车 四倍火车拼一枪 这种 他十度是出蟑螂的呀 我告诉你不一定 出蟑螂也不一定 你蟑螂不会出很多的呀 你最多出个三四个蟑螂 这一波只要溜进去了 这一招很久危险了 四倍火车侠 你妈的 他是往死里整的了 这种 他是不觉得 Snoot不会出太多的蟑螂了 那肯定不会出太多蟑螂了 四倍火车侠 你妈的 但是 但是说实话 正常的运营就是 你变火车侠 我把蟑螂按满 Snoot九个蟑螂 四倍火车侠 我让你四倍火车侠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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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ot已经 在科技上 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我觉得Snoot 来嘛来嘛 来嘛四倍火车侠 Snoot好像是想 打蟑螂狗一波的 Snoot都没搞懂你吗 这火车侠 乌脸是什么鬼吗 好小狗在旁边 随便咬一咬 输出一下咬一咬 但是这波 没躲呀 我觉得 他其实应该甩这样下的 没甩有点太二了 但没关系 还是守得住 肯定守得住 我说不停的再过来 干嘛 我张狼马上出来了 新出一波张狼 怎么可能守不住嘛 守应该能守 但本来是玩爆的 但是 对 他本来吃完了 直接反打可能就赢了 对 这波还是要反打 他是想好了反打的 他是想好了反打的 Pot不定守得住 这波 突然变成一波狂魔啊 霍特 Pot也觉得不对了 赶紧是换挂件出坦克 但来不及了 来不及来不及 来不及了 他为什么压制又 他为什么压制又开始升二本呢嘛 你都这样了 你还升二本 他觉得这波能把你打伤 但打不死 他其实这波直接顶那个炮台 直接就顶进去了 对 直接顶那个地宝的话就 他为什么要走到那么 这种角落里面去打嘛 他好砸你啊 哈哈哈哈 神 我只能说 他在后面如果说接狗的话 对盘 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他已经接狗了打死了 诶 这这一盘完全是战术被克了 对 他完全没想到 史努特竟然打成了一波狂磨 真的这种这种稳的选手 突然之间变得那么拼 其实很可怕 对 Pot都没想到 他觉得史努特应该是个防守型的选手 结果没想到史努特上来打了一个蟑螂狗一波 赶紧喝口水压压惊 喝个红牛压压惊 这个算是虚空之一开赛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大赛吧 对 就是像军本海克这种都都没有他这个这么大 对吧 这是肯定的呀 这个应该算虚空之一开赛的第一个世界大赛 你就看那个 你就看积分就知道了 对 橘木海克的冠军才1000分 这个是最高等级的比赛 这个多少分吗 3000还是4000吧 4000分好吗 3000分还是4000分 关键是这个比赛的冠军是直接进那个 直接进Brizza Khan好像是 3000分这个比赛 3000分很高了 3000分已经7分 4000分只有那个GSL和SSL才有4000 对 3000分已经够了 已经够你进最后的世界总决赛了 嗯 是不是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但是我们看决赛Port其实也球变了 他从来没放过四倍火车架 对 球变是对的 球变是对的 嗯 战术被磕 这种没有什么影响的 反正第一排无所谓的 嗯 看 主要还是要看地图 他这个地图应该是一遍都打过的 要打一遍的 还可以 好 第二排很快啊 环跪新港 就看第二排呢 Port如果第二排在中战术的话 心里压力就会巨大的 嗯 薄奇的比赛第二排其实很重要的 我张地图呢 一般来说是 专门还是要打一个实力的 不会有什么战术可言的 对 什么啊 Snoot开始是开下面的框 其实我觉得打Port可以用那一招的 那一招 就外面野基地蟑螂一招 我觉得没用的 Port好像会去看那个基地的 讨好阳会去看基地 特别是输了一盘的Port 会更加丑 嗯 也是啊 这个开在外面啊 其实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Port也是跳死神双开 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 他在死神怎么侦查吧 Snoot反正是开到下面的话 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开到下面不是很安全的 像如果我看着你开到下面 我直接就一个坦克挖跳你 对的 对吧一个坦克带机枪挖跳你 你很难受你军坦都扑不下去 开到下面也有也有种说法 就是你三框稍微好开一点 不会被压制 但所投入的风险我觉得还是更大呀 反正我觉得开下面你科技是不够的 就是有则比有则的能力 对啊 Port上来看到RGD 问题也不大啊 Snoot撕掉咬狗 操作一下 Port吃个稳啊 还进去看一眼有没有那个 里面有没有矿你妈的 不可能的呀 这种时间点不可能裸散的 这个时间点都有狗了 怎么可能裸散嘛 但是你看他这个样子就进去看了一眼 看他挂什么科技挂键啊 你啊我估计要你啊 哎呦一个农民 这个杀得有点烦 不要他挂的是那个科技挂键啊 科技挂键是吧 他有可能是飞翔坦克我跟你说 飞翔坦克飞翔坦克 真的这个图太好飞翔坦克了 你这样开的话 不然你架在那边就能够捎到农民主要是 嗯 Snoot也知道这个问题 现在直接咬这个 咬岩石来不及 来不及 赶紧咬啊这个地方 赶紧咬 现在人群真的 真的都是喜欢飞翔坦克开 不是他是看的那个的 他看你开这下面肯定就飞翔坦克了 这个图呢是这样的 对吧 看到的话是应该是飞翔坦克的呀 好再确认一眼 没有二本开了三基地 我觉得Snoot很麻烦这盘 很麻烦啊 蟑螂塔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地方防飞翔坦克 就是你前期会被骚扰的很烦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要咬开这个事情已经不可能了 我靠信号我跟你说 破的不是那种狠狠的接机枪的 他接机枪下面加个坦克 上面机枪搞你 你怎么办嘛 接机枪呢也有风险的 万一机枪被包了 就不好玩了这个东西 他就来这里炸 烦的一批这个飞翔坦克这样 那没办法的 没办法 打不开的呀 怎么可能让你打开嘛 这个岩石至少还有个七八百点血 孙子爆了一波狗 他就觉得那个有点可惜 那个军坦有点可惜 对军坦被炸了有点可惜 Snoot这样都要开岩石 我的妈也醉了 反穿一波狗 所以说有时候你想想 这个开的真的没意义 开下面 你缓解一下三框的压力 但是这个飞翔坦克这样搞你 你真的没办法 怎么可能让你弄到嘛 他给各种头 这个图啊高地也近 那么近的高地 不过好在他女皇多啊 损失并不大 我告诉你节奏已经有点被打乱了 不好在要开了 三级力也看着对方刚刚才开下来 Snoot准备要双身攻防出蟑螂了 要直接满蟑螂这排 这个坦克已经搞到很多东西了 你看他这个坦克搞了一搞 Snoot其实他正面的军坦也没出息 对啊 然后两团兵直接投你 这个时候很麻烦 直接投二框 我觉得Snoot崩了这一把 反正他这个开下面我是没看懂 很少有重组直接下来开下面的 对啊 他现在拼命的扑军坦啊 他破的这两团兵你怎么办呢 你家里面就三个蟑螂 而且以后我已经还在不停的清房子 还好那个那个房子看到的这两团兵 所以说抱兵的话呢还来得及 应该死机死不了 嗯 Snoot不知道有多少农民啊 如果三框饱和的话还可以 他们那么多女皇我操 Snoot这种玉女心惊 他绝对是古墓派的 Snoot绝对是古墓派的 我已经看出来了 问题是你这波女王 他还在抱女皇 他不会是从 他也没从那个都放下去了 他VI都放下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 对吧 现在破的这波枪变 就是来各种的点你 点你基地 只要你开下去我就过来点 点报 你女王虽然多 但是呢 机动性太差了 加血 点 点运输界点运输界 哎呦 这波运输界点的还可以啊 其实他这个女皇多 有时候你还真不注意 去把你运输界给你点呢 嗯 女皇还是有点 这个对空还是有点美 好两个坦克到了 你军坦扑不下来 关键是这个四框 那么久都还没开出来 这又不是打神组 你抱那么多女皇搞毛啊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分两 分两船兵啊 去投赌框的话 可能 孙德去 孙德就更乱了 好 分了一船兵 孙德也防了 问题不是很大 在那边还是在忙蟑螂啊 科技非常满 孙德在这盘 科技非常非常满 改善冲慢慢在造 这盘孙德 只能慢慢的防 还是要打出他的这种防守的方式 对 波特想利用这个地方没有军坦啊 来占占占协议 对 所以你发现没有 波特打孙德的时候 他的这个风格就不像打 线球 线球 线球反扑 波特就很好投 妈 史努特不出门的 波特这拳还打不出来 对 只能硬钢正变 这不是 波特最擅长的呀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 史努特人口是177 史努特反穿 反穿什么意思啊 这个死了呀 史努特你这样 史努特的正面也不强呀 180能够打163 史努特反穿一波 看到人们的守住 这波女皇 说不清楚 反正 家里面被红头了 刚刚我告诉你 这边如果说坦克 周运上来的话 这波未必能守住 但是坦克的第一 攻击对象是女皇 所以他如果是 抱女皇的话 说不定能 能够吃很多坦克的火力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对 对吧 第一是 女皇的仇恨度是最高的 可以点的呀 可以点的呀 点射 点射的蟑螂有点难好吗 坦克点射难什么 你为什么点射蟑螂 你不一定能输出最大话呀 话说这么说 要包了要包了 史努特要包了 正心已经拉开了 要包了 他要分一点火张 可以可以可以 他要包这波 要包这波 女皇先走 你看女皇走前面 吃坦克火力 后面包上去 加血 强包 有没有男子房狗 没有啊 没有 但是没关系 正面已经曝光了 包了包了包了 但后面 Pot又来了 哎呀 谁包谁还不知道呢 谁包谁还不知道呢 包死 被返包了被返包了 但是这个女皇好像吃了很多火力啊 但女皇机动性太差了 机伤数量也很多 斯努特现在不停地在砸 打打不过了 已经打不过了 还好还好还好 Pot收了 走了走了走了 Pot走了 打不过了 Pot现在人口很多 斯努特在出 出什么 宿主 他为什么在出宿主啊 按错了吧 按错也不会按三个的呀 这宿主是什么东西吗 难道他是要在下面 不停地去搞对手 他分得过来吗 这个宿主 你先不要挤 这个宿主出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啊 我就说他跑到别人三框下面 那个下面去搞嘛 三个宿主 不停地往上飞 但你搞个 最多搞两三次 你的宿主就会被 被对方抓死 不要 我搞了我就跑呀 我过一会儿回来再搞你呀 对不对吗 他肯定就想的呀 Pot现在双线的一个 解放者 拿他 呃 四框还是没踩起来 他农民还没有 你就来了 Pot现在坦克太多了 解决不了了 现在Snoot要做的 还是需要有 还是需要有牛 现在这个科技太慢了 对面太软了 A的各种跑 对面太软了 这一波女王也不多了啊 对啊 他出那么多女皇 我就没看懂 这个位置架好 有没有定吗 定也没定 定又怎么样呢 这已经输了呀 这个局面 走了走了 这个坦克位置下的 已经是咽喉了 现在Snoot的主框 应该已经干了 随便你走 这波想包抄 我觉得有点难 嗯 坦克太多了 主要是 还是开不出四肢地哦 Pot的功力 以及各种的在减息 自己 嗯 包一波了啊 实际包一波了啊 这个时候 Pot就慢慢地把矿开上去 对 只有包一波 只有你这波正面 打赢了 你未来 最后一波了 包上去了 后面这波包的还可以啊 包的还可以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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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的 真的还可以 有没有翻过 没有翻过 那个时候直接一波了呀 但是Pot的正面估计很多很多兵 估计很多很多兵啊 他博一博 他还在等大龙 他等大龙 这兵太多了 Pot的 这四框开不出来 你这大龙 居然变出来也没用 你靠不过别人 而且Pot是左边连开两框 Snoot根本不知道 他以为对手只有四框 直接破中间啊 知道又怎么样了 知道也没用 我这四框 四GD要被搞一次 矮的四GD 为什么 妈我为什么又想起这班人 哼 永远开不起来 对吧 对啊 有没有翻过 没有没有 有一把 我靠 那个Pot现在是妈 把矿乱开啊 乱矿了 把人组打成乱矿了 把这已经输不了了 Pot这种局面已经输不了了 他在每个框放的都是 情形要塞就结束了 对 输不了了 妈又砸自己是不是 乱了 就乱了 这兵太多了 这女王有毛用还是使用女王 又是这个位置 又要加到这个位置 五个大龙在变了 死路他要靠大龙决战 正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你这波决战 你这样吃了 Pot这波冰也没用啊 吃了又怎么样呢 你到他家门口 他又锯了两百人口出来了 对 看到大龙了 Pot不退吗 看到大龙 他肯定要换兵吧 他现在一两百人口了 大龙可以动了 这个时候必须要动了 先把这波坦克逼走 有没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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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死 砸掉三个坦克 孙德这个时候 破釜沉舟一波了 四个围巾在造 没用 四个围巾在造 这里等你大龙飞过去 简直就是天荒地牢的时候 等你大龙飞过去 估计有至少八个围巾 甚至都可能有十二个围巾 这这这这 那么歪杂 这个也瞎了 这个战局太紧了 太紧了 好了 Pot这个要拉个大户型 直接包一波 来了大狐形 包死他 这真没办法了 这个是真没办法了 这盘斯路特是该输 如果Pot打得更好 对 还是斯路特自己的问题 但是斯路特在这盘的韧性还不错 就在极度烈势的情况下还憋得那么久 但他这个女皇真的太多了 对那几个包刀的的确还是可圈可点的 但他的女皇太多了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吗 他如果女皇不多 前面就死了 好吧 说不清楚 他就靠女皇加血往前怼的 还要去砸 这哪那么容易吗 他编两队的呀 砸不到的呀 女王确硬呀 女王真是硬 差一百人可的 机器 1比1 这盘还是Pot打出了风采啊 嗯 这个四框 一直都开不出 说明 Pot在前期啊 这个这些空头坦克这些东西 细节上做得很好 他把这个军坦完美的 把他压住在那边 对 斯路特没办法再往前扑一步 如果说还能往前扑一步的话 可能这个局面就不是这样 还是前期那个坦克把他军坦压住的意思 压得有点伤 海皇被斯路特打死 就把Pot开心的一逼 对吧 Pot打不过海皇 肯定打不过 看后面的地图吧 这场是波七啊 这场比赛是波七 对 比分一比一 这场比赛已经打成波五了 嗯 我去拿个水 你先说 这场比赛我告诉你 的确可以说 前两场来看的话 的确代表了 现在欧美选手最强的实力 路德打的还可以的 Pot不会是美国队长了 但是如果海皇人上来的话 那么Pot肯定我觉得打不过海皇 海皇的食品呢 还是要比斯路特强的 特别是ABT 他会选择 好了回来 第三场啊 这两辈子真的有点帅 我們來看出生點位,地圖下方的是紅色的人物拳手,是來自於韓國的Port 上方的是藍色的從事拳手,是來自於挪威的Snut 這張圖...這張圖抱女皇比上一張要好多了 對,這張圖自好來說比較小,比較小而且 對,軍臺好撲 而且張圖由於是有黃金礦啊,所以Snut這個女皇抱起來會更快 我發現這張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她就覺得這張圖不太適合她那種打法,所以她就選擇了一個裸霜 對 選擇打正面,她就按照地圖來的 她這每張圖有幾個戰術嗎?說白說 嗯 有幾個固定開局 根據對手的風格不同,然後她選擇也不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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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兵,這個戰術她是...她昨天打那個誰?或者打那個誰?打那個Nature也是用這個戰術 就剛剛打Nature就是這個戰術 對,就剛剛打Nature,對 對 她一直就這幾個套路,反正 她這幾個套路也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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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說她還是正常打,反正正常開 嗯 她這個... 雙倍贏VF 她這個槍比啊,就知道對手不是一個死人開了 對,破的這個很快科技 一個雙倍,一個科技掛戒 也是個數量傳兵的一個打法 嗯 因為有黃金礦,所以說對於Port來說的話 他前期還是希望有個Boss發的 對 不要跟我說他又是那招啊 那招什麼 槍兵光頭,然後一波把對方按死 我不相信 我絕對不信 他這招的已經放過一次 好像又是這招 哦不對,他放了個鼻翼 他放了鼻翼 如果要打這招應該不會放鼻翼的 對的 防止死命切進來,什麼都沒看到 嗯 他孫子這招比賽也不好打 這樣 不好打,不好打,不好打 他有防守力很多 關鍵是Port 是一個前期兵開始有點多的開局 嗯 嗯 我感覺他 他要打那個一招 神怒的又是女皇不停的這種打法 對,我感覺Port要打那個一招 都一攻真好,然後 直接是盾牌新風劑 因為現在Port 那個Snoot是 沒有辦法判斷Port是不是開三框的 對 他又開始爆女皇了 他又開始爆女皇了 絕對不是很猛 女的我說的對嗎 但問題Snoot沒有NH那個爆法呀 又是一個五兵贏一波啊 直接就捅死了 不是五兵贏,就是火車俠帶那個 機槍的一波 對 好,1比2 下一場就很關鍵了 如果他如果輸了的話 他基本上搬不回來 我跟你說,你去買個網線 穩一點 那怎麼辦嘛 真的呀,你去買個網線 那我也要等下個星期才能弄呀 對啊,雖然說 你聽我說啊 雖然說網線的確 插在那個後面的確有點煩 對不對,那個線要拖出來 但是這個穩定呀 有沒有道理嘛 也是啊 剛才這盤是那個 就是直接的一波桶死的 對 如果說他贏了的話 就已經那個了 已經能夠確保自己能夠進行 進行那個 嚴重的那個WCA總結賽了 他保持了他 他保持在黑暗 那是很大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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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等待第四場 可能 他中間要有點休息的時間嗎 因为每次第三场之后 他都要选择休息 大家要等一等 还好有美国VIP 如果没有美国VIP这个服务器 我估计我已经挂了 但还是会卡顿卡顿 他那个诺娃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出来吗 已经放了那么多时候的广告了 诺娃这个我估计是 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试水 你知道吗 他就一个三到四关的一个战役 还是多少关 反正我我这边听说是三到四关左右 不知道他的 他这个试水 我觉得是为这个后面 有可能会推出的 推出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他们说一共有九关 我觉得后面有可能会推出皮肤的买卖 真的 我觉得星际之马真的应该出皮肤 他其实已经出过皮肤的 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问题 是要开发东西有点多 首先现在这个小关是吧 诺娃那个小关是吧 肯定现在已经开发好 但是还在最后调试掌握 然后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要合作模式 他要不停是需要时间的 我网络又不稳定了 不要急 我网络又不稳定了 我网络又不稳定了 现在不稳定 总比等一下比赛不稳定好 现在好了吗 你看又在刷干死亡运动了 我网络又不稳定了 我看一下斗鱼啊 你等我一下 别干了呀 别干了呀 我网络不稳定哪 我网络刚才有点不稳定 刚才我 912都跟我说话都断掉了 好了吗 现在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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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斗鱼好了 好了 很虚的你知道吧 这个网络 很正常的 不是我 我已经换过一个无线网卡 试过了 你知道吗 不要不要用无线网卡 你为什么一直执着于用无线网卡 但问题是以前也没事的呀 那问题现在有事了呀 对呀 不是我家不好排线你知道吗 诶对呀 就这个问题呀 这个不好排线怎么办嘛 拖着呀 你平常用无线网卡就直播的时候 插一根网线不就好了呀 插完之后收好对不对 那我平时上 哎呦我就只是直播的时候插对不对 对呀 这对是这样的呀 有没有错吗 好像这样说 有点道理呀 那不是有点道理 这事实的确如谱 你无法反驳的 有点道理呀 直播的时候 你的画面突然断掉 让二十几万观众在看黑屏 多么尴尬的事情 我告诉你不是我不想推 我这个时候 我看退去TV的时候 非常非常 我也推不了这些事情 这些我也做不了 只要拥有国际金瓶网的黄旭东 才能做这些事情 好了下一场来了 来看下一场比赛 中兴协议啊 这场这场的话 其实Port在这场地图上打了很多盘 他在这场图上好像没输过 没输给过程度 我觉得Snooter这样打下去打不过Port 他这个暴女皇 在比较 在比较这个厚实的选手面前 是没什么用的 这不靠谱你知道吗 暴女皇 不过ZVP其实暴女皇还可以拥有的 Port又是 又跳死神的 为什么Port每次跳死神 都是这个对点吗 他 运气有点不太好 怎么太什么费了 真的他这个运气啊 真的是要多差有多差 不过这个土的会 他这样跳死神 如果前期没有占到便宜的话 也不会很难打 因为这个图啊 是可以用死神去拖住对手的 嗯 所以说跳死神不会亏 对 远这张图而且 其实主要我觉得 Port有点背 就是妈的每次 他不跳死神的时候 就是在零点 一跳死神就在对点 这个是最伤的 对 两死神到 往里切 劫下农民 跳死神的这个点 非常非常多 嗯 太多点位了 也没什么办法 就看到这种远点的话 就稍微跳 哎 死了溜了波狗出去哦 路口堵了吗 路口堵了吧 哎 你要相信直接选手的这个 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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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相信直接选手呀 这感觉要被跳死了呀 这都能被跳死啊 或者死神操作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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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女皇炸过来 难弄了难弄了 这波狗如果没有占了便宜的话 这进不去啊 他已经知道进去 除非米一只开门对吧 不可能的 就算米一只开门又怎么样嘛 两层你告诉我怎么弄吧 对 哎 其实这波狗这样的话也能够稍微阻止一下破特 破特我觉得他这个反应有点 有点太大了 他这里还是可以跳的 他应该继续压的 但是他这个 回来了啊 回来了 刚才我跟大家说一下情况啊 Snoot是抱了一大波狗 大概有个二三尺条狗 包掉了吗 把破特所有的这个死神吃了 但是换的七七八八差不多 哦 现在最近是回来了啊 但是人是解决了 所以说破特在刚才那波打完之后 其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嗯 一攻一防的 什么裸枪兵没有 又这样去 这抓得到这个台名吗 磁路的三个感染虫在造 为什么要这么打嘛 破特这个进攻台名很飘啊 又是一个很飘的进攻台名 我这边兵很多 我靠那么多兵啊 兵很多兵很多 他有点针对对方出蟑螂 你发现没有吗 我告诉你 就接触这一波 要拖感染虫 我觉得Snoot可以放弃三框 拖拖感染虫再说吧 对感染虫找有感染虫就可以 但感染虫出来没有能量啊 他没升能量的 啊 那就找重量 破特破特的感染虫 破特你看他藏了一波兵 他很贱 他藏了一波兵准备要打个大包夹 嗯 好来了来了来了 走了 打针 走走走走走走 基地也被打了 女皇也站不住 我觉得我觉得走远了已经走远了 破特两针了啊 第三针扎了 第三针扎就够了 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这这波 现在牛干冲又怎么样吗 你定好了 现在是随便你定的 他根本就没想到破特是多兵 运输机都没有直接怼脸 他看到 他那个 看到了 那个房子已经看到对方有那么多兵 但他没想到对方会这样出来 亮望塔都看到了 对 这种都打不住怎么办吧 破特刚才这个甩的也不错 我刚好卡了个timing 死不准现在挡住又怎么样吗 输了已经输了 对 破特现在就光头不停的好 海皇看的好气啊 你把这种战术都能打死人 好气 七兵赢一波 那怎么办吧 那不是你的那叫5BB吗 对啊 关键他 他这张图上他都能够把这张盖 那么傻的一个战术 怎么叫傻的一个战术 你这话说的 干嘛 你从来没成功过你打过 怎么叫 我打你是成功不对 那我打接班人怎么每次都能成功 没输过 你上次是不是打接班人产生了这个幻觉 我想问你 上次你跟他打完是不是产生了这个幻觉吗 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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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算加回去也没用啊 对 破特也是有点拼 他完全没科技 就这么抱到底 好了 他就不停的换啊 破特这个手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一直这样去送的话 那斯路特说不定还能还能搞回来 我跟你说 他一直送 但是如果说 一旦 有一边 有一个地方没打好 然后把这个二框打爆了 那就输了呀 也是啊 破特现在就不停的换 对他来说现在已经优势非常大了 那我跟你说破特是两框极限爆兵啊 斯路特三基地拖起来了 破特现在在放VF 这难道 难道要被翻盘吗 这必须要捅穿 他这个他捅不穿就搞笑了一会儿 还是捅穿呢感觉 此路特又拖农民呢 哈哈 那那没办法的 这只能拖农民 又拖农民 慢慢的蟑螂出来继续耗 继续耗 慢慢耗 慢慢耗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耗这个时候 破特矿要干了 破特主矿已经干了 现在这一口气啊 但我觉得还是打死 还是打死 真的还是打死 破特只要把矿飞出去就好了 飞出去 飞出去就结束了 结束是结束了 但是 好欺辱啊 被这种 你妈这种捅死 也是那么回事 确实那么回事 对不对 这种战术都能 都能 关键是个远点 又是这么远的远点 好啦 基本上这场比赛也已经没什么宣言了啦 这盘Port赢得有点走运 我觉得Snut唯一的机会就是 哎呀没机会了 买那么多兵 没什么机会 我就是把这波兵给耗完 耗完之后 有感染虫有机会 运输机没出来之前 把这波兵耗完 运输机出来就没机会了 有感染虫还是有那么点机会的 是不是 对的 好了最后拼一场了 在运输机出来之前 最后跟他决战一波 对你运输机出来就根本就没机会了 Snut也不管了 就是这波 但Port的整形展得很好 你没办法打 Port其实现在 其实我觉得Port可以退一退 等运输机出来再打 有两个运输机这个战斗力 陈辈的上升 对 冲动机 没关系 没关系 他宾多啊 3比1 这Port的战术还是很多啊 各种花式战术 他为这次比赛还是准备过的 各种花式战术直接打死 Snut有点那么远的一个远点 居然是这样 把这两个人举这种会不会被打死啊 如果是在挪威 是挪威比赛 估计就已经死了好吗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力不够 真的是实力不够 对 他的这个ZVG的确有问题啊 很无奈的这个实力不够 对 那怎么办吗 竞技 竞技游戏 不管是竞技体育还是竞技游戏 都是需要实力的 你实力不够就只能无奈 好了 我们要等 The Little One进去跟他讲战术了 The Little One 你妈的 这种已经被打迷茫的人 还进去跟他讲战术 算了呀 没什么好讲 其实就那么回事情 有什么好讲 The Little One进去跟他说 早点输 我们去吃饭 算了 算了 别打早点输 我们吃饭去了 打不过他 实际上说不来 说是这么说没错 他们两个一个战队的 进去说说也很正常 没什么 现在Snut很烦 我告诉你 真的很烦 而且Snut的战术跟Snut的战术 完全风格不一样的 这是有什么好说的嘛 你告诉我 要么就 下一张地图就是乌雷娜 除了乌雷娜能说之外 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 乌雷娜打个什么 Snut打一波 打个什么玉女心惊什么的 赢一盘在说 我估计是这样子 扳一点回来 扳一点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地图 是不是乌雷呢 现在我们打成吉比加 2比2对吧 但我想我想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就重新去装个电脑 什么的了 我跟你说这样子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是吧 我们先把这个波奇打完 打完之后 我们就抽奖 今天就结束 好不好 你在装电脑 好不好 也可以 反正也快 对啊 打你个2比0 我就可以装电脑 你在搞笑吗 好好打你个2比0 你跟他在搞笑 打我 算了 我们不做口舌 好不好 手上过 手上过 3比2 什么 我3比2吗 哦对 我3比2 你妈的 你他妈还想阴我 你3比2吗 我3比2 你妈你还想阴我 我先想看 刚刚赢的那盘不算呢 挖你研究战 啊对对 我想起来的 还想阴我 你早说嘛 那直接4比2打完 4比2打完就结束了 还想阴我 差点就被你阴的 妈个屯 妈你们这帮谁 到底是 到底是帮谁的 我早 当他说出2比2的时候 妈我的心里心花怒放 妈个蛋 你用实力装傻 是吧 哈哈哈哈 想装傻阴我 没有没有刚才 刚才不是 刚才是 因为 那个 Tort这个战术啊 非常震撼 所以说我 我刚才脑子没转过来 我怎么会阴你吗 我那么有实力 对不对 哼 不要说3比2是3比2 好不好 那这样我直接4比2打完就装电脑去了 蛮好 你有实力你就4比2把我干死 好不好 不说了 你等着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幸好有 妈的 怎么让你出来想起来了 就是他们在那边告密好吗 幸好有水友 告诉了我真相 算了 水友还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只能说水友有点正义 那你是不是 那你 他们那么正义 你是要祝贺他们一下 祝贺他们身体健康 对不对 我好卡呀 我靠 我好卡呀 卡什么吗 那个VIP都救不了我了呀 现在 这比赛其实还蛮精彩的 说真的 打到打到四场的时候 特别是史努特打海黄那场 看着我还是有点热血沸腾 这个你还是要承认的 不过 不过 最后的决赛 就这样了 历史上的所有决赛 决赛未必是好看 真的 哎呀 我那么好 史努特想要翻盘 有点难 我觉得他最多最多 只有两三成的机构 最多最多就两三成 如果他失败了 所以我认为史努特 他在这场上有很好的决赛 我告诉你 Cole 当时在决赛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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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同属选手啊,是来自于挪威的Snoot 那这一盘就看 The Little One交给了Snoot什么战术 这网络什么情况呢? 我要思考一下 关键是我听得到那个 就是每次要掉之前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我耳机里面就会听到 轰轰两声然后就掉了 我只要听到那个 就是像炸雷一样的那种 比较轻的那种炸雷的那种电磁的声音 然后就网络就炸了 每次都这样的好吗? 电脑炸了 他们说中了聚能器 你妈没办法 妈的为什么不是插在电脑里面呢? 我一会儿中聚能器的时候 我一会儿中聚能器的时候 你们他们让我别用Win10 我没办法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这台 我这台这台电脑只能装Win10 它是最新的那个 最新的那个平台 你知道吗? 最新的平台装不了Win7 只能装Win10 就Win8以上 Win8以上 要么装Win10 要么装Win8 只能这样的 那Win8跟Win10有什么区别吗? 我装不了呀 那我只能装这个了 他们说可以装Win8.1 Win8.1靠谱不了 哎呀你不要 你现在待会儿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Port选择的是一个 这个战术有点飘啊 这个战术不就是那个人的 那个谁 那个谁的战术吗? 那个Alive的战术吗? 对 Alive的一招 Alive的一招 就是打了一个谁来这那天 一波就通死了 Biang打Biang打Biang 打Biang的那招 对对对 一波就通死了那招战术 我靠今天Port的准备战术好充分啊 而且这一招战术最猛的就是什么 玉女行精是没用的 对 但是 这边次战术的是蟑螂一拨好像 对 这个 曝装 但我跟你说 蟑螂一拨说不定也要被捅死 你信不信 我们蟑螂一拨怎么会被捅死吗 你蟑螂万一五个蟑螂上来 被他一拨机场打死了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可能又不大 好什么都没看到 有可能的呀 他脱农民的大哥 你特别是在卡了一个高台上 上高台的一个地方 被甩两个蟑螂 如果说他是蟑螂一拨都能被捅死 就五个蟑螂一拨就五个蟑螂啊这一拨 这一拨就五个蟑螂啊 毛他十个蟑螂下去了 我可他按本的啊 他不变火蟑螂了 九个蟑螂那有机会的 但我觉得还是打不过机场你看着 我这一拨只能说双方 平分秋色 你说你要把 要把Snoot按死这件事情 我有点不信呢 我这一拨压上来 其实Port也 也非常非常虚啊 来看一看吧 现在Port在藏啊 他在藏 那么多兵 他在藏 机箱出来了 机箱出来了 Snoot这个时候赶紧走啊 我就要脱农民 赶紧走啊 火蟑螂已经被点了 Snoot这个就 蟑螂直接硬扛啊 对方脱农民你怎么办 脱农民我都觉得 不一定扛得住啊 这蟑螂有点毒 呃 他没点刚才红血的蟑螂 后面又出了一波机箱 完了 蟑螂全倒 那这时候其实Snoot 拼一点可以选择 农民拖一波直接拼一枪了 Snoot你是Port吧 哦不Port 对啊Port这波出来 你怎么挡啊Snoot 可以拼一枪了呀 这不21个农民14个机箱 你挡不住啊 这个战术是有点猛 Alive这个战术 特别是你这种 打你你来Rush我的 打那个最猛 打那个开三框那种 打开三框或者什么玉女心情 过去就被打爆了 甩红血的呀他在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如果拖农民的话 可能就打穿了 他即便不拖农民这边也可能打穿了 穿应该穿不了 但是还好还好 对方拖农民拖得还不错 他其实是应该拖农民的 拖个大概六七个农民过来就打穿了 不知道现在双方的农民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现在破的主要是没科技 他已经在踩那个 他已经在踩气了 所以说他是可以跳科技的 对 那说明这利特罐其实 这趟过来还是有用的呀 破的不好打了 不认为的 史露特 破的估计还要用的招 女王的好多啊 所以说 有点打不动 这波打正面打不过的 有点打不动 这个女王多的话 破的还是要用这个五兵 然后转 转光头机枪 然后钢一枪的这个战术 这时候破的应该不会 不会再去送了 幸好史露特是按着九个蟑螂干一波 按五个蟑螂上去就死了 双身盾牌 针盾一波准备 这时候不可能针攻防了 这个攻防已经太慢了 他从这边 他就那么腰啊 他从这边绕 破的我估计他现在还是要 等到一等到针盾好了之后啊 先去打一波 然后家里慢慢的转科技 对 他这个时候就全力的刷一波机枪 然后从旁边绕着 然后包一波对方 对 史露特这盘看就看农民会按 会不会按多啊 史露特这个时候二本都没提还好 正面也看到了 那问题不大了 这波只要把这波机枪吃了就赢了 破的看怎么包这波了 他要把对手引过来 然后直接包掉这波助力 不会不会不会 他肯定是让引过来包的呀 那史露特如果上这波就变傻子了好吧 对 这波破的兵也有点厚 但史露特这个时候只要坚持 抱蟑螂就问题不大 对吧 堵在这个路口打 你不可能过得来的呀 就斩成一个弧形这个路口 没事砸两个火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波的事情 嗯 嗯 破的这波兵啊非常非常好 他估计是要等有运输机的 他才会去上 这个兵没停过嘛 30个蟑螂 6个火蟑螂 对对方 破的等到两个运输机之后 又不一样了 这波部队如果有4个运输机 马上就发生质变 对 这波部队厚度非常的厚 我们看人口 现在Snoot是169 破的是135 破的现在先投两船兵 过来先骚一骚 这两船兵其实 我觉得还是应该 打正面 对 他应该等4个运输机 甚至6个运输机 然后跟他刚正面 对吧 甚至我觉得 等4个运输机 就直接托农民一波 破的现在正面压制 主要是为了清点军台 主要是为了清点军台 他还是为两船兵空头 做一些空间 而且他这个两船兵 下面绕 他以为对方开四框 他以为是开四框 他不会投主框 这个投三框肯定不可能的 三框这边很多的兵 先把上面的这个清掉 给你一些压力 感觉要打正面了 这边合到一起 四川兵到了 发生质变了 这个不不必 看这边 砸一下 Snoot这边 Snoot的兵有点多啊 双方压力都很大 这个时候 破的这个时候不能中火 他要在火中游走 哎哟 哎哟 这火中的 他果然是在火中游走的 Snoot 破的这个 盾牌好了 炸到自己了 这什么情况 但现在问题是 Snoot的蟑螂是有一攻一防的 破的有一攻 只有一攻 15个蟑螂在造 200如果打146 我觉得Snoot要挂了 自己的牌要挂了 这牌很难打进去了 抽两全兵空投 秦军坦吗 还是直接空投 肯定要空投啊 我也停的 其实Snoot的压力也很大 他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兵 他只觉得 现在自己是200人口蟑螂了 也就这样了 对吧 但是这样拖下去啊 改暗虫的能量就有了 这样拖下去 改暗虫有能量之后 还是要正面一波 还是要正面一波 我觉得捅不进去 肝虫有能量肯定捅不进去 已经捅不进去 已经捅不进去了 而且Snoot的淤钱很多 这一波打完之后可以 哦 填血一波 从这里冲 后面被砸了 正面直接捅过去 NICE FUNGO 好了好了好了 直接开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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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男子放过 两把正中面门啊 打出了100人口的差距了 这已经结束了 这已经结束了 包个圆 还想包个圆 对 这边 破的其实任性还是很足啊 但没用了 人口差太远了 这盘我只能说 Snoot的基本攻是过了那根线的 对 他这个基本攻完全是过了那根线的 如果没过那根线 肯定被Pot的一波干死 最后两把防狗的确也防得好 3比2 悬崖边又走了一步回来 人家忘了这波点画还是有点用的呀 嗯 那这个比赛还有继续有悬念 虽然我觉得输的人还可还是Snoot 但至少呢 还能够打打看 是very playable but I think cross map it becomes a lot more difficult now obviously Polt is a world-class Taren that can play super late game against the zerg but it's unlikely that you can really catch your opponent off guard when it's cross map runes of Ceres and the biggest things to keep in mind as we get into this next map we're going to be that airspace the drops pull is he going to bring the pressure are we going to see him go for another big push if we get that cross map like you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work against the players I don't see that work either and I would love to see maybe some liberators actually can you believe it as we're like wattah再等待一下啦 嗯 这比赛双方都要稍微休息会 captain america saving his deadliest freedom tool for last roddy maybe we saw one or two on orbital but it's bizarre to say the least because that's the unit that we've seen all over this I think if you're Paul you looked at the liberator you know it's a good unit but you say this can't snipe faces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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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right we're almost ready to hop into game number six of course pull still 3-2 ahead 我觉得第三场应该会开始的稍微快一点 嗯 三四场都会很快 we've ever seen in starcraft 2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such a tense match so much on the line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to the winner of this best of seven pull one map went away from claiming that 刚才这场比赛的确打得有点有点好 有点好 you're everyone racing this year through the WCS circuit to get there and it can possibly end here for this man 好了来了啊 双方 这是双方的第六场比赛 对 现在分打成三比二 Port是战时领先啊 这场也是来到了色拉斯废墟 那红色的人主选手啊 就是Port 而蓝色的重数选手就是Sroot 又是一个禁点 Sroot又不好打 嗯 这种禁点 重数最烦了 但这个禁点 至少Port的这个 次运输机的这个牵制啊 没那么好打 对吧 没有原点那么好打 虽然说Port在这张地图上可能会放五兵营 但是我觉得Sroot经历了两场Port这种五兵营强压的这种战术之后啊 肯定会有所防备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Port在放五兵营呢 那种那种有争顿的这种五兵营呢 是因为中兴写一张就特别好放 因为有黄金矿的 所以说他可以这么放 其他图的并不那么好放 啊 这个皮肠台币 说的皮肠台币有黄金矿 中兴协议那个图呢 我觉得他放五兵营 我是有点想不成 对 最中兴也是七兵营好吗 对啊 有点有点 让我没想到 Port也是一个跳死神双开 第一点看到的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Port来说 不管是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容许任何失误的 对 说不定这比赛就被Snoop搬平了 搬平就难打了 对 好 先跳一跳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 木设之塔吧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木设之塔 对 没涂了就木设之塔 我这个 我觉得我有预感 这场比赛会是最后一场 你这就有预感了 哎 这个点位不好呀 不过Snoop是有点打不过Port 真的 是真打不过 点位不好呀 怎么办吧 第一点位不好 第二是真的有点打不过 他赢的这两场其实都有点侥幸 Port这个你看他的战术又很稳的 又是一个飞翔坦克 嗯 这个不开玩笑 真的你从局势上面来看 你就看得出来 是有点侥幸的 跑得非常及时啊 这个 没有任何问题 感觉Snoop还是想用前期的八条口 看看找找机会 对 他是不是打那个谁 打那个 Morino的 对 打得爽 爽的一逼是不是打的 这太难了 飞翔的坦克来了 嗯 这个图我估计啊 Port又不会很快的去三框 他估计又是那种两框 然后五兵营 先把兵爆出来 慢慢推过来 对 这个坦克就来亚里军坦的 这是第一步 这是个连环组合拳吧 小狗绕一绕 也绕不到什么东西 随便你绕 嗯 Snoop又是女皇不停啊 他太喜欢女皇了 古墓派也不用这样吧 不过他这个女皇不停 前期防坦克 飞翔坦克倒是一个好 比较好的办法 对 女皇不停 主要还是坦克炸不动女皇 但是你是不是出的太多了 就是有点 对吧 嗯 他肯定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这个是真的 什么 他撑房子速度什么意思啊 他撑房子速度只是为了 去 增长哪 对 为了去增长 或者是为了为了让 我已经杀了 我还以为他要 他有狱女先进的 那种狱女先进 这张地图上只有 吗 黄慧明用过这种 战术了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笑什么了 黄慧明那天 我都没看懂 他那个战术 是什么战术 哎 漂亮 让你装 让你装逼 送一个女皇 但是换掉你一个坦克 行上的时候 他还在抱女皇 他就是只要点到矿去 先把女皇点的 两参兵先投出来 再说 看这两参兵能不能搞到东西 你前期刚才那个坦克 也没有搞到他的东西 苏多还是走的是 一攻一攻蟑螂 他就是女皇在里面混着 然后吃火力 然后蟑螂跟火蟑螂 在旁边打 他女皇防守 他就是这个风格 我已经看出了 哎 哎 漂亮 这个 事情 真的是要事情 破特没注意啊 这个被砸了两船 而且砸上一船 这样的话 这个破特的骚扰就没了 斯路特已经全面优势了 三级地再逼飞一次 那这样的话就转翻了 破特赶紧回房 赶紧回房 赶紧回房 我说如果逼飞一次的话 就转翻了 现在对于斯路特来说 不要想任何东西 就是蟑螂火蟑螂感染出蟑到底 不要抢出出牛了 就这么打他 其实你就这样蟑的话 那破特的破特的正面不是那么强的 你就这样吧 但是他有个问题 他用女皇占了太多的人口 他只能防守不能进攻 对 这波兵还有点多 那么多兵破特后面 哎 中火了 破特这个暴兵能力 我告诉你 挺强的挺强的挺强的 只要这个局面 只要赶紧从出来之后 破特就很难打了 不知道斯路特有多少个女皇 估计有个 至少 不算那个基地里面的女皇 我估计有个八个吧 七八个 156打139 空头倒还算是抓得不错 但是斯路特已经有防守了 问题不大 这时候就要看正面那一拳 破特正面压制 军坦破特那么好的情况下 你也压不到什么东西 破特就两个F爆坦克 他的风格就是 用一级传军侧异空头 然后给自己正面推进 争取一些空间来推进 然后加个位置 跟你拼操作 对 就这个风格 破特坦克还是有点多的 两国两皇在提 斯路特两国两皇稍微快一点 终于搞定这个万恶的围巾 正面这波推不过来啊 这时候 但我觉得破特差不多 坦克要出来推了 再不推来不及了 哎 破特真的有点阴 我觉得就看你 就正面波兵 看你们出门 出门就搞定啊 出门就干你 这不就他的左勾拳右勾拳嘛 这三传门有点多了 有点多有点多了 然后你的兵后冲也没冲进去 对正面 会不会有电 会不会有电视 哎呀 已经忙不过来了 忙不过来了 都被打爆了 现在都被打爆 对忙不过来了 主要是他又投了两团兵 斯路特根本就不知道 对方投了三团兵出去 对 杂杂杂杂杂杂杂 杂不到杂不到 这我感觉斯路特不好打的呀 就崩了 正面一波推出来 怎么怎么守这一波 坦克太多 两VF出坦克 对 最后就看斯路特 能不能摆一个大 大爆架了啊 定的还可以 第一把 但是没有打死 还行还行砸到了 就看这波包夹了 他扑的人口太高了 这个人口太高了 包不动包不动 再包不动 只能 只能拉个大阵型包了 还有 还有廖王塔 你怎么包得动呢 马上两过两方要好了 斯路特再等两过两房 好 包包包包包包包 走 两过两方好了 最后蒸蛋 包不动啊 太多了 包不动啊 波特的部队太厚了 后面还可以哦 后面没动他的枪边 还可以哦 不会砸到了吗砸到了吗 波特的坦克跑光了 坦克跑光了 也没剩几架 现在这波打完双方又是差不多 波特没开下一拳怎么办 他的军坦也没了 关键是下一拳破的是有两过两防了 刚才冲的下是破的没两过两防 而且机箱有点有一波机箱没动 这波机箱动说不定就顶住了 这面又要冲了让他没有架好之前只要冲吗 这 哎呀他已经架好了呀 已经架好了 已经架好了他就这样就冲了 还可以还可以 他真的这个弹还可以吧 应该是 他还是个问题啊 你就算这样又怎么样嘛 人口上来说还是150打143 史诺特慢慢的把自己4D开起来 感染虫有 两把钉 波特又冲 又空头了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史诺特必须要把他家里面守好 不然的话各种牵扯 对 很烦 看这边 哎呦这没办法这个地方 顶住吗 顶住了 顶顶 有没有火 好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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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咋掉的话 是给了自己留出了很多空间包夹啊 嗯 但是呢 把他贴成便kraft 看他他们怎么冲了 这不 这波如果打光的话 破的正面 可能经济就没了 他从哪 呢 有多 稍 但有打 多 不过是 对 比 退退退退退 后面还有一波长老顶上来 可以哦我觉得这波可以顶好这波 但他现在有点虚 没有解放者了呀 不要虚了呀顶啊这个手 逼他往后退 要跟坦克近身 直接上去换坦克 破的这边又是损失了很多 但是后面有一全兵空投的 解放者架好了坦克秒 砸到了 这一盘双方打得太铁血了 后面的兵又动了 我觉得史努特后面这船面要被 搞踩 没事没事有女皇 她有五个女皇问题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 史努特现在的军坦不够好 现在在中场都没有军坦 对破都把四级力开起来了 这时候我觉得史努特如果再不去 转些牛的话 转不了这个手机那么紧 他怎么转牛 不是你把牛塔放下嘛 有空间你就转 不是我的意思现在是这样的 他有三本吗 有的吧应该 他现在都没三本 我说不一定有三本 这时候要找个机会把这波兵全部顶飞 只能包啊 只能包啊只能包 只能包找个机会看能不能顶飞 但是 但是破都在了 瞭望塔 你要把他这波兵 一下子都全部顶飞 这件事情有点 那你绕路呀 不太可能 绕路呀 绕了结后缘呀 对不对 你只能这样打了呀 哎这边 好防座漂亮 没有没有那个 没有火葬了 没关系没关系 机上打光就好了嘛 上面还有一波女皇等着他呢 破的又是两个转兵空投 正面破的有点也有点顶不动啊 也有点顶不动 人口是180 但是人口的破的人口还是高啊 现在破的最大的问题 他是有两个VF在去展开 你如果没有三本 没有牛的话 这波你真的打起来 我觉得并不一定能打过 也冲不开 也冲不开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破的现在五框开起来了 整个经济 斯路他马上经济叫崩 这样打下去 哎哎哎呀 这差一点点定住啊 哎哎你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差一点点 哎你这回来 哎你妈讲宋大礼呢 哎这个宋大礼送的 你妈的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干嘛是宋大礼不了 我不要听 外面的空投也解决了 现在 现在 现在破的要推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推了 正面 破的还在不停的给压力啊 那破的其实推的有点慢 这时候我觉得 斯路可以绕一波 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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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后援这时候 打经济也可以 截后援也行 你就这就是不停的换他 对 但是 但是 正面 我们看正面怎么办 正面已经推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高地不能让他上啊 这个高地如果让他上的话 他这边已经放弃了 对 波特也拉了一个大整形 后面截不了了 截不了了后面 是不是要冲 是要趁着这个时间冲吗 还是 从下面绕 先砸这个解放者吧 算了吧 不敢冲吧 这波冲了坦克太多了 他就冲了 先把解放者砸了算了 对 解放者砸了可以跑了 那还是军坦的问题啊 你这个时候 这个坦克你是解决不了的 这波 坦克太厚了 只要是 波特现在一步一步推上来 不会给你再 再给你 哎 哎呀 他没看到 这波 这能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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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1 go 这一波砸得太重要了 这一波波特菊花都砸紧了 但波特三公三房马上好了 现在人口还是 他在憋大龙你知道吗 斯露特在憋大龙 只要等到这波大龙出来 就这波坦克就没用了 他在等 波特已经看到了 斯露特就死守 不要他过来 他在等啊 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12个机枪移去 大龙马上变好了 有一把防狗 有一把防狗 不要紧 一定要忍 他要忍 忍到最后 大龙出现了 大龙已经出现了 这波大龙有点多 好了好了好了 这样的话 顶住了顶住了 波特现在整个战线 在往后退了 大龙出来就 看波特有没有 足够的VS来转型啊 现在斯露特不要你走啊 我就不要留你啊 这个时候他想的事 你敢 你坦克敢架 大龙A上来 不敢架的话 我就包你 你敢顶着面 你敢拿坦克加机箱顶着面 你妈 有一把防狗 你就全倒 这时候追着打 追着打 波特要包 没有防狗吗 我靠 这波大龙有点凶啊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冷静一下 这时候 乌特要冷静 没有防狗 没有防狗 但我觉得 斯露特没钱呢 波特现在还是一个 大优 还是大优 还是 不能说大优 优势 妈的 这两专门 头万就大优 了 头万是大优 了 这两专门 头万就大优 了 哎 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 就一 正面战场 就一把防狗的事情 问题是 波特不会给你打呀 他雷达看着 这个头万就大优 了 这应该算是五矿了 五矿 你解决不了 这片矿 头万就大优 了 这没办法了 这这这 真没办法了 18个农民走了 史诺想决战 都决战不了 他不跟你打 这边 利用 利用机动性 跟你打 还是 我们说的 还是最后 那一波出来 就是史诺的 大龙出来的时候 没有防狗了 有防狗的话 真的不好说 对吧 对 你留不住人 你现在有防狗 有屁用啊 你随便打 家里面憋围巾就完了 破得四别二 我觉得破得 要打一个大抛操 打个大抛操 打个大抛操 4比2啊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 破得A上去就好了 小钢炮 其实打起来 也有点威猛 也有点实力的 对 只要有个 六架左右的围巾 就可以了 对 解决一下天上的 这个大龙 其实刚才破的 绝对也是打得很虚的 推不进去的时候 这盘打得真的好 真的好 扛成这样 真的不容易了 输了啊 这真是输了 没办法了 这真是输了 最后一切 这只能有 这是最后一切 他真的做得 最后一切 这是最后一切 他们保持 他最后一切 保持 他最后一切 这是最后一切 成功的 这种局面 波特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 这波其实波特所有的兵 跟你打得五五开就好了 他后面有那么多的钱 把钱花光你就输了 还是我觉得在中期僵持的时候 波特的一直牵制 牵制的有点好 不停的在往右上 叫做东西 这个是大局观 真的是大局观 这种比赛已经输不了了 你换给谁打都输不了 你换给鸟哥打都能赢 倒也是换给鸟哥打的确也输不了 也赢了呀输不了了呀 这个局面真输不了了 那么多违巾到时候 关键是现在 现在对于波特来说 他现在就等于是 无限的这个能量 对 好解决掉两船边 但是波特正面推进了 你怎么办 正面这边 我已经在等你大龙来 对跟你决战了 波特要跟你决战了 近来就是要决战了 现在大龙回就太慢了 等你回来加都没了 你想靠飞蛇 想靠飞蛇最后解决那个 解决那个围巾 我觉得不太现实 好直接顶家了 好先过去翻过 翻过那个 可以啊 先解决围巾 砸一下 没有用啊 你这部大龙也打不过枪兵 我觉得枪兵太多了 对啊 你怎么办嘛 果然打不过 这不枪兵太猛了 机器的 全部端光了 其实就算这波兵全部死了 也无所谓 对 对吧 他捅到你家里面 全部死了都无所谓了 太多钱 有那么多钱 怎么怎么说 最后就给你 给你让 让你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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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史诺特来说 现在就荣誉之战呀 对 让你炸 随便炸 小钢炮就在这里顶着 波特已经不管了 就在你脸上打了 好 别人走点兵 随便走点兵 家里面12个机枪 两个坦克 八个解放者一遭 我的天哪 大家已经在享受 胜利的果实了 八个解放者一遭 这完全不给活路啊 钱也没有 出兵建筑都没有 你告诉这种局面 波特也只能坚持啊 这时候 对 可能说不坚持 波特现在框越开越多 你根本没办法 最后一波最后一波 GG 恭喜加波特4比2 拿到了WCS冬季赛的冠军 恭喜加波特 这样比赛 也跟我们上演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冠军之战 但我们同样也应该给斯路特鼓掌 斯路特这帮比赛打得的确也好 这帮打得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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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斯路特心里面在想 妈的 这个冠军本来是我的 韩国人就不应该参加欧美的比赛 他已经干了两个韩国人了 不错了 他这次比赛已经干掉了两个韩国人 只是最后波特还是站在了冠军之殿 让我们欣赏一下波特最后搬起这个奖杯的时刻吧 现场人真的好多啊 我只能说一个选手 这种时候是最爽的时候 对 能搬起这种奖杯 我告诉你 这种时候太爽了 这个时候 太爽了 真太爽了 对 这就是钱都买不来的 这种感觉 这真是钱都买不来的 对 这个真的是买不到的 可惜黄徐东你没有试过呀 试呀 我我没试过这种呀 这种感觉 我至少我还有过好吗 WCG举杯的那一次对吧 我还有过 不只是WCG 其他比赛举杯也很爽 但是我跟你说 那么大个场子举杯 还是 你还是没经历过呀 这个是没经历过 那怎么办嘛 那么大个场子 然后你 这个是世界冠军 诶 是啊 算了 功夫没帮你做个三叉戟 让你轻易着 你说闭嘴 让你轻易着 做三叉戟又不是做给我的 你们做给 酌怪的选手好不好 破的这次比赛也算实至名归 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战术 打出了很漂亮的精彩的比赛 来吧 我们把最后的决战打完 我先抽 先抽个奖嘛 不不 先打完再抽吧 现在趁着人多 23万人 我们再抽个奖 好 先抽个键盘 先抽个键盘 键盘键盘 这个是 价值多少钱吧 四五百块钱吧 五六百块钱吧 反正差不多 来吧 走了啊 123 等等等等 我觉得再整一点 这个呢 这个呢 什么 这个人啊 上面那个1111 那个就没办法了 就这位观众啊 468913432 这位观众是获得了我们的键盘 我先记录一下 好 键盘记录好了 那我们先干一盘之后 最后再抽一把椅子给大家 对 来 我跟主要把这个比赛打完 把羊腿被打完好吗 最后麦克莫汉上来拜那个奖 我总比较他性格来分享 嗯 好好好 算他冠军 最后时刻就是 我干死孙一锋 我也来举个B 哈哈 来来来来来